这个东西叫做特斯拉法 由怎么看都不像是地球人的天才发明家 尼古拉特斯拉设计 并在1920年取得了专利 它能够让流体顺利地从一个方向向另一个方向流动 但若是反过来 这几乎就难以流动了 我来给大家做一个试验 当然我这条件比较简陋 没法拿真正的流体来做演示 那就用盐吧 我先从这个方向撒一次盐 咱们忽略掉从上面弹出来的很多严厉 只关注留在凹槽里面的那些 从慢镜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严厉在进入凹槽之后 并没有收到什么阻挡 一路就奔向下面的出口了 我用描表掐了一下 从道路开始到第一波严厉出来 大约花了5秒多钟的时间 当然这是在慢动作的情况下 好 接着我们将它反过来再看看 同样多的盐 同样的倒法 同样的倾斜度 然而很明显啊 盐力的移动慢了很多 从道入到漏出 差不多用了10秒钟 而且流量还很少 我们把前后这两种情况的画面 放在一起对比一下 就更加明显了 那么我今天为什么要说它呢 因为它很有可能让普通人 也能够负担得起太空旅行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未来的火箭引擎 我们都知道想要进入太空花费巨大 这是因为常规的火箭发动机 既要携带燃料还需要携带氧气 所以很容易就让它陷入了一种 十分令人尴尬的循环当中了 如果想要发射更重的载荷呢 就需要携带更多的燃料和氧气 但这样做也会使自身变得更重 于是又需要增加更多的燃料和氧气 来推动更重的自己 不过这样一来嘛 重量又增加了 又需要更多的燃料和氧气 这样一路堆上去呢 就将火箭重量的96%都堆成了 只是在用来将自己推出大气层而已 真正要运送的货物呢 只能是火箭尖尖上 那一点点的大约4%的质量而已 你说你为了看场电影 就必须要把整座电影院的票 全都买下来 不气吗 气啊 但火箭方程式就是这样的 谁也无法改变啊 除非不用这个方程式 哎 你想过没有啊 火箭发动机之所以 既要带燃料又要带氧气 不就是因为外层空间没有氧气吗 但大气层内有啊 而它也会在大气层内 飞行很长一段距离啊 为什么不在这段距离内使用类似于飞机上的 可以自己吸气的喷气式发动机 然后出了大气层 再切换成普通的火箭发动机呢 这样一来 不是能少带很多的氧气了吗 省下了空间 增加了效率 也大大降低了进入太空的成本呀 其实啊 将喷气式发动机的效率 与火箭发动机的动力结合起来的想法呢 并不新鲜了 但从历史上看啊 它们还不能称之为一个系统 因为两者还是相对独立的 比如维珍银河和维珍轨道 它的做法就是 先用一架普通的喷气式飞机 将火箭送到一定的高度 然后再释放它 点燃火箭发动机 来完成太空旅行的最后一段路程 当然啊 有反过来的例子 比如NASA的X43 这架史上飞的最快的飞机呢 就是先靠火箭发动机 将自己推到一个极高的速度之后 再使用可以呼吸空气的超燃冲压发动机 来继续加速飞机 使其最终的速度几乎达到了伸数的10倍 所以看起来 这似乎是一条能够走通的路啊 只需要把它们整合成一个系统 不就好了吗 但这儿 恰恰就是卡住了人们脚步的地方了 NASA和罗尔斯·罗伊斯 就是那个跟劳斯莱斯用一样的标志 但是不造汽车制造航空发动机的公司了 都曾经尝试过 但也都因为技术和预算上的原因最终放弃了 不过一台叫做Ferris的发动机 想要再试一试 它凭什么以为自己能够在巨人们倒下的地方站起来呢 诶 凭它用的是跟巨人们完全不同的技术 常规思路啊 设计一台可以呼吸的火箭发动机 就是要把喷气式发动机跟火箭发动机整合到一起 于是在速度较低的时候呢 就需要用到压缩机来对进气进行压缩 而到了速度较高的时候 进气可以自己把自己给压缩了 压缩机反而成了负担 哎 你就得要想办法来绕过它 这样一来一回既增加了研发难度 又增加了生产成本 而且还不见得效果有多好 看看事故率超高的SR7黑鸟和一直到现在都点不了太长火的 草燃冲压发动机就知道了 那如果不按照常规思路呢 比如直接把压缩机给拿掉 可以吗 Ferris就是这么做的 而且它更加极端 整台发动机里面竟然没有一个活动的部件 但却实车成功了 你也许会问啊 没有活动部件它靠什么来压缩进气呢 答案就是靠我们一开始讲的特斯拉法了 混合燃料在燃烧时被点燃之后呢 就会自己通过分布在发动机里面的特斯拉法 管道吸入空气 运动的越快 燃烧的越旺 吸入的空气也就越多 空气被压缩的也就越厉害 反过来又会支持更猛烈的喷发 简直有点 用动机的味道 哎 这也是质疑它的人发出的最多的声音 但不可否认的是啊 它在第一次地面试测当中 的确证明了自己的工作原理是可行的 虽然暂时肯定是无法把任何东西发射到太空上去的 但至少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也给了我们一些美好的期待 其实啊 我特别想跟大家讲讲 它具体是怎么利用特斯拉法的 但翻遍了资料都找不到任何的线索 不过也很正常啊 人家正在申请专利 是不可能在没有拿到专利的时候 就把内部结构展示出来的嘛 否则我也可以用3D打印 造一个出来了 对吗 好 说到这儿呢 还是老传统啊 留下你的精彩评论 然后评论点赞前三的朋友呢 就会收到我送给你的这个特斯拉法的模型了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那我们来说这个特斯拉特斯拉法的模型了 那么我们都可以给你听误论到一个这个特斯拉法的课音